SDGs小剧场 SDG3 良好健康和福祉 大自然的健身老师 小蕾全家都爱运动 每次做完运动之后 都会觉得身心舒畅 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 我今天和爸爸一起去 河滨公园骑单车 天气很好哦 小蕾越来越棒了 都快骑得比我快了 我在公园做养生操 全身好舒服啊 爷爷 你的养生操动作 好像在模仿动物哦 没错 我做的养生操 叫做五琴戏 这是古代医师华佗 模仿五种动物 而成的连贯动作哟 哇 是哪五种动物啊 来来来 我打一遍给你看啊 分别是 路战远跳 雄斧伸腰 白云现果 鸟斩双翅 虎松肩背 小蕾 小蕾 奶奶今天练习的瑜伽动作 也是和动物有关哦 哇 是哪些动物呢 有小猫抬头式 和下犬式 那有没有路呢 下次和奶奶一起做瑜伽 就知道了 好有趣哦 今天大家做的运动 都和动物有关哎 大自然的动物 有很多厉害的生存方式 人类很多事情 都是模仿它们来的哟 运动也是其中一种 对啊 大自然里有很多健身老师 我们都要向他们学习呢 我知道了 Lucky也是我的健身小老师 为什么呢 因为 它会狗爬式 汪汪 大自然里 有好多健身老师 你平常会做哪些运动呢 SDG3 良好健康和福祉 核心目标 确保及促进各年龄层 健康生活与福祉 问题现况 儿童孕产妇的健康 传染病预防和疾病防治 是各国促进健康的重点 根据联合国资料显示 全球每年有超过500万个 5岁以下的儿童死亡 每年挹注10亿美元 用于疫苗接种 便能拯救100万个儿童的生命 除了疫苗接种外 确保健康的生活方式 例如健康的饮食 规律的运动 良好的睡眠等 也能提高身体的免疫力 降低因疾病而死亡的几率 行动方案 不吸烟 健康均衡饮食 并养成规律运动的习惯 平日出门多使用自行车 或搭乘大众运输系统 节能减碳又能降低 交通事故的风险 此外 也要注意心理的健康 留出时间给自己和家人朋友 以适时的疏解压力远离忧郁 E-T-S-T-G-X Yay! Yay!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